运算放大器简称运放 运算放大器简称运放 由直流电压来供电 大部分运放使用的是双电源 运放有两个输入端 一个称为反向输入端 在电路符号上用负号来标记 另一个为同向输入端 在电路符号上用正号来标记 此外运算放大器符号右边还有一个输出端 只要给运放供电 它就可以对输入信号进行放大 并在输出端输出 TL071型运放只有一个运放单元 也就是一个器件内只有一个放大器 这种器件被称为单运放 此外还有双运放 如LM358 其内部有两个相同且独立的运放单元 这两个运放单元完全相同 双运放中的两个运放单元 有各自的反向输入端 26管角 同向输入端35管角 输出端17管角 但是共用电源 但是共用电源8管角和4管角除了LM358Y LF353 LF353 TL083 OPA2604等都是双运放 有双运放自然还能联想到有四运放 有时使用一个双运放不够 可以选用一个内部集成了四个运放单元的器件 如LM324 其内部有四个相同且独立的运放 每个运放具有途中所示的内部电路 这四个运放有各自的反向输入端2 6 9 13管角 同向输入端3 5 10 12管角 输出端1 7 8 14管角 并共用电源4管角和11管角 无论是双运放还是四运放集成电路 可以一次使用所有的运放 也可以只使用其中的某些运放 在使用运放时 根本不需要考虑三机管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等问题 这就免去了调试电路的麻烦 这个特点使得运放早已作为一种最为常用的集成电路 在放大器 震荡器 比较器 滤波器 模拟运算等诸多方面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